大家好 我是GunBub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上一次人類亞Watches and Wonder 我帶大家行會場的三個視頻 觀眾的普遍留言都是說那些標拍得不清楚 其實那一次我們只是想很快地和大家行會場走一圈 而那些標就會在相標上一隻一隻和大家介紹 今天第一隻我們想說的就是Granseco的Kodu Kodu是日文心跳的意思 為什麼這隻標會有這樣的名字呢 原因就是這隻標擁有一個陀飛輪和一個行定動力的高複雜功能 亦都是Granseco第一款擁有高複雜功能機械機身的換標 陀飛輪是每秒鐘擺動8次的 而那個行定動力就每秒鐘轉一次 所以兩隻結合之後就好像演奏出一些很特別 而且有韻律的聲音 所以Granseco就給它一個名字叫Kodu 陀飛輪這種功能相信大家都很熟 至於行定動力又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嘗試這樣理解的 每一隻機械的碗錶都有一個主發條盒 它是負責供應機身所有需要的動力 而主發條盒裡面有條很長的發條 在上碗鏈的時候它就會很強 但當那些動力就快用光的時候它就會變弱 這一種不平均的動力輸出 是會影響碗錶的走時準確度 我們可以將這個行定動力的結構 視為一個動力的中轉站 這個動力的中轉站有條比較短的發條 它是由這個主發條盒的動力是為它上鏈的 上滿了之後 中轉站的發條就會將動力輸出去琴重系統 因為中轉站的發條比較短 所以每一次輸出的動力都會很平均 可以令到主發條盒的整個動力 由頭到尾都可以很平均的輸送去琴重系統 很明顯 Gran Zico 這款碗錶最重要就是機芯 所以我們看到一隻錶 一點多餘的東西都沒有 在12點鐘位置 就有一個偏心的時分顯時本 上面的時針和分針都很ICONIC 讓我們一眼就認出這是Gran Zico的錶 而6點鐘位置就有整個錶的精髓 Gran Zico 就將行定動力和駝飛輪放在一起 而且是用同一個軸心的 我們看看Gran Zico 我們提供的示意圖 左邊藍色的就是行定動力的裝置 而右邊紅色的就是駝飛輪 兩個系統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以及用同一個軸心就不會有多餘的齒輪部件 可以令到動力輸送更加直接 這隻錶整體的動力儲備是有72小時 當中有50小時還是行定動力 這隻錶是手動上鏈的 除了時和分顯時之外 行定動力的框架上是有一顆紅寶石的 因為框架每秒鐘擺動一次 所以也可以作為跳秒的秒針顯示 錶殼直徑是43.8毫米 也挺大隻的 但因為錶耳的設計有點弧度 所以配戴也很舒服 而錶殼的材質是用了 Practinum 以及Gran Zico 獨有的超硬鈦合金 這隻錶是配一條很有東洋特色的 手上漆牛皮錶帶 還送一條鱷魚皮錶帶 這隻錶是限量20隻 在出廠之前是經過嚴格的34天測試 包括了三種溫度 六個方位 每個方位48小時的精準測試 它的定價是大概港幣320萬 你有沒有興趣呢? 這個星期的一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